是一个学校的吗 是一个学校的 一个专业吗 不是 童年级吗 我是她学姐 今天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来跟她分手 我为她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她现在想跟我分手 我感觉不可能 我经常听女孩子这样说 男孩也这样说 来来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的确是觉得她挺细心的 也挺能关心我的 然后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我发现她根本都不是这样的人 就比如说是 有一次期末的时候 我写论文 然后我跟她打电话 我说我暂时写论文 我就暂时 可能不能跟你出去约会了 过几天 她自己整理出来资料之后 她撇给我了 我为了她的复习资料 我自己期末考试 我都没有好好复习 当时我就挂坑了 我想让她帮我 把我重修资料整理一下 那她呢 她反过了一下就拒绝我了 那我心里能平衡吗 你感觉 我跟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而且论文也不是 而且那些课我都没听过 你怎么让我帮你弄 我感觉她就是不想弄 想弄都能弄出来 两个人在一起 都得是有付出 就会有回报的 这些人说她那次付出 然后帮我要回报 那些人都感觉特别可笑 我俩刚出第一月的时候 她给我送了 叫你一个月的早餐 到月末的时候 我发现她没钱了 然后我问她 我说你怎么没钱了 她这么跟我说的 那我没钱不还因为你吗 我每天我给你送早餐 我现在没有钱 没有钱吃饭了 我还得管家人 一直下个月生活费 那你就别送了 没这个必要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辛辛苦苦送你 送你一个月的早餐 我心甘情愿 我活该 那合着我一点 我对你的好 你一点情都不领是吗 你现在没钱了 然后你那么跟我说话 我让你不送了 不很正常吗 那你就骗得让我回报你是吗 我不是说让你回报 你多少你得有吧 你应该觉得 我应该怎么领你情 你给我送一个月早餐 我再给你 那一个月的晚餐 你知道我为了 你付出的多什么 有一次 我为了给她送早餐 我还出了这货 你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吗 是 学校没有多大 我去很远回远的几条街 给她买 她喜欢吃的早餐 我那天回来 也是着急要迟到了 我就被一个车 白色车给撞了 我当时脚是骨折了 哎呀妈 你还好意思说这事 你给我打电话说 要死要活的了 我就回来 我往医院跑 然后我到那时候 我发现你也没要死要活 你还有力气跟我吵架呢 还有力气跟我生气呢 然后他妈给他打电话 你知道他咋跟他妈说的吗 他妈问他 你脚怎么骨折了 那还不是因为我女朋友 他天天让我去给他买早餐 然后我脚太骨折的 然后他还让我 接他妈的那个电话 让他妈在对面 指责我 我凭什么呀 那本来就是吗 我出车过 我是你家而喜分吗 是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他 我怎么会出车过 我怎么会出去买早餐 那天早上是他 让你出门买的早点吗 不是 在你过马路那一瞬间的时候 撞你那辆车 是他开的吗 不是 那你这个被撞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是因为给他买早餐 我才会 因为谁让你给他买早餐的 我自己 你给他买早餐 你被撞了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 你愿意给他买早餐吗 愿意 真愿意还是假愿意 真愿意 行了 别再说这事了 翻篇 还有别的吗 我一直都对他好 他从来都不给我回报 就像上次我俩在公交车上 就有一个人 他把他的鞋给踩了 没有道歉 没道歉 怎么了 他跟我抱怨了 那我为他出头 他反而觉得我丢人了 不是 你干嘛去了 我去跟人理论 他那不叫理论 他是那叫跟人抄抄 你知道他怎么跟人说的吗 去跟我女朋友道歉 敦心把我女朋友鞋给我擦的 你哪有这样 我都没觉得怎么 如果这样有错吗 他踩你鞋 他到现在怎么了 不是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俩还没 没抄抄完呢 他直接就把我拉走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嫌我给他丢人是吗 本来咱们这件事 虽然是他踩的我 但是咱们有点太无理了 我拉你 我还怕你们干起来 然后吧 他是觉得啥呢 我没跟人抄抄完 你凭什么拉我 你拉我干啥呀 那我多没面对呀 那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感觉我没有错 好奇地问一句啊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 我俩谈了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你们这两年恋爱 就这些事都困扰得 都不行了吧应该 我跟他出了两年 然后我就感觉 他身上的确是 给我挺大的压力的 所以我现在就 感觉有点出不下去 我跟他说他 跟他分手他也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啊 我觉得我对他那么好 不是你怎么对他好了 没听明白啊 就像有一次 他过生日 我知道他有个套 非常喜欢的花生品 一直都很喜欢 但是我当时是借钱给他买的 我就为了让他开心 你有病啊你借钱 他喜欢我就要送给他 行 你喜欢星星吗 我喜欢 摘一下 摘 借钱买的化妆品 那可是他怎么 问谁借的 跟我朋友 还没还啊 当时说好的是 过几天就还 那个时候没还上 现在还上 那干嘛这样呢 他一直在我耳边说 他有多么多么喜欢 他喜欢那套化妆品 我就要给他买 那可是他怎么对我的 我过生日 他就花了两百块钱 请我吃了一顿饭 完事了 那还怎么着啊 那我为了他的生日 我去借钱给他买生日礼物 那他呢 姑娘 你那两百块钱 是借的吧 不是 借的吧 是借的 你看 人家也是借的吗 你看看 他也借了钱啊 你不能以多少来衡量 是不是真心的 那个时候就什么呢 就是我当时 我的确是喜欢那套化妆品 但是我知道 我那时候是个学生 我没有那么多京剧来源 我就也就喜欢喜欢 我喜欢 我跟你说啊 不行 我真没意思让你给我买 而且你给我买完之后 是 我很开心 我很惊讶 我当时我以为 你省吃省喝的攒下来的钱 结果那时候 我请你吃完饭之后 你跟我说 你好意思吗 你就吃用我吃了两百块钱饭 我借钱就给你买 我现在还没有还上我朋友的钱 你就请我吃顿饭 你感觉这样 你有意思吗 不是 那兄弟 那你希望他怎样 你觉得算对的 那起码 我不让他同等地回报我 那起码 你得像哪样吧 啥玩意像样啊 起码得 就是差不多 你暗示他呀 你当时他就 一顿饭就给我打发了 我其实我当时 我特别生气 然后你当时就 真的就跟他说了 我就说了 我挺佩服你的勇气的 两个人在一块 不可能只是我 单方面的付出 他多少也得有回报 就像上一次 他跟我抱怨 他实习的公司的饭菜难吃 我二话没说 我第二天就给他 把饭菜送我去 我一连送送了好几天 但是反过来 他又对我的态度呢 他又觉得我给他丢人了 他说他们公司同事说了 我感觉你的公司同事 不应该羡慕你吗 你有一个好的对象 你想想我那个时候 我刚去实习 你天天上班送我 下班接我 中午还给我送午饭 在同事眼里 我是不是一个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一个小姑娘 他们还能把工作 放心交给我吗 而且我们老板 出来跟我说了 以后一直就站住了 有点不好的 跟我说 以后别这样 一直点我 那你说说 我就主张你跟我送饭 那不很正常了吗 那咱们的亚蜴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给你最好的 我现在好事好喝 伺候你 天天上下班接你 怎么呢 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 身在福中不知福呢你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前一段时间吧 我就回这边来了 想在这边找份 正经的一个工作 这边是哪边 天津 然后他家里 在老家给他安排了 一个挺好的实习公园 他比我小一件嘛 我现在已经是毕业了 然后我刚到这来 没几天 他就追过来了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追过来了 我不是就是 怕现在异地恋 结果咱们都知道 都会分手 我背着我的父母 我跟我朋友借钱 我来到这找你 我现在我父母知道了 已经跟我冷战好几天 我现在生活费也没有 朋友有钱还不上 我现在重盘清理 我到这了 不都是因为你吗 你现在对我这样 我让你过来了吗 你感觉对我公平吗 我让你过来了吗 你现在重盘清理了 我让你这么做了吗 我看到一句话 真的我眼泪有那样 就奔出来了 我跟你说 我只想要一个苹果 你给我送了一车离 然后 你拿着那车离跟我说 为什么我都给你一车离了 你还不敢动 然后到最后 你又想过吗 我真的只想要一个苹果 你知道吗 你给我的这些 我接受不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让我压力好大 所以我想来这儿跟你分手 我在 我跟你分手 你不同意 我感觉我为你奉献了 我所有的一切 我以后也可以奉献 我更多更多的一切 那我现在呢 你要跟我提出分手 我对你不好吗 我感觉她 我对她的好 她从来没有当回事 我怎么没有当回事 没有表现 起码也得表现回来一点吧 也得有回报吧 行 这么说吧 就是如果这姑娘 把这些好都当回事了 可是她发现 你们俩不合适 她要跟你分手 能不能分 可以 这段感情 谈得还有点拧 我说句公道话 替她说两句 也挺享受的吧 她对我 我知道 她对我真的很 是不是 是不是也挺享受的 你不能说 你享受完了以后 你就跟人一脚那个呀 但是我感觉 我爱她的方式 和她爱我的方式不一样 换个方式说可以 你也别着急 好吗 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所有的爱都是一种控制 懂得用爱去控制别人的人 它可能所有的出发点 都是基于对方需要 但是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的控制是 从来不理会对方的感受 也从来不理会对方的需要 所以对于你来讲 你只能得到最后一种结果 就是你做了所有的东西 但是你并没有得到 应该有的感恩的回报 当然对于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在场上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听到任何你 对她有一点点感恩的流露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化妆品 有多贵 但是在我的概念当中 如果一个大学的学生 拿出几百块钱买化妆品 我个人就会感觉很贵 三千 那真的很贵了 周老师现在都没用过三千的吧 我现在都没有用过三千的 好可怜 好可怜 但是真的我回过头来 买三千块钱的化妆品 你有一点点感谢过她吗 你只是看到化妆品 觉得化妆品好棒 你丝毫没有管她哪里来的钱去买 两年多的感情 她没有在你身上感受到 她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有丝毫的感谢 那两年多的爱情 在你们看来是爱情吗 我在想不一定是爱情的 在你们所有做的一切 在我现在看来只是 我做了一些讨好你的事情 想要控制着你 全然成为我的人 同样你也是一样的 我希望你做的所有的一切 只是为了想要控制你 成为全然附属我 没有爱了到现在为止 全是控制对方 而且百分之百的逼迫对方 所以如果能好好分手 就分手吧 如果不想分手 那就好好的真的去爱对方 而不要去控制对方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谢谢老师 请别看 谢谢周老师 吃 吃 吃 咸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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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们不是真正的一个 你来我往互相给对方付出的 这么一种恋爱模式 所以你说的他种种的错 在我看来我是不认同 因为有他的错也有你的错 所以真是如果你能领会到 他对你的那颗真心的话 你并且你做出了相适应的回报 那其实我想他那点小怨气呀 都会止于前面的那些 给你们浓浓的爱意 如果爱的话付出吧 你呢既然付出了就别要回报 好吗 那因为都是你愿意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许总 谢谢老师 你知道吧 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有一群人 往往表里不一 他们表面上都会说 亲爱的朋友 祝福你过得比我好 但是内心想的却是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我就受不了 而且这种人往往拥有三种特点 第一种特点 就是他们的逻辑语言就是 你看我对你这么好 如果你不表示一点的话 你就是混蛋 第二个逻辑关系 他所有做的这些一切 是做给别人看的 看我多好 我作为一个男朋友 我做得多细致 我对他有多关怀 我为他出头 我多正义 于是第三种特质就产生了 他说着说着被自己感动 你看我多好 就像他刚才在舞台上 一直在说 你怎么没有一点点回报呢 我都对你这么好了 他就差眼泪掉下来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好 没有一个男朋友 做得有你一样好 你是不是这样觉得 而你内心甚至认为 我对你的好 比起你对我的好 一百倍都不止 但其实在我看来 你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绑架 你看我对你都对成这样 脚都撞伤了 你难道没有一点点怜心 所以我通常认为 这种表面上 做给别人看的那种好 有的时候比某些恶人的坏 还要让人讨厌 他很多做得好 只是为了自己内心心安 又或者是为了面子 又或者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但如果真的是为了别人好 我不说不需要回报 那是真心实意地 看着对方脸上能高兴 而不是让他感觉到 这份所谓的对他好 压力如此之大 所以我反反复复复曾经在节目当中强调 对一个人好 其实很容易 你往外掏就可以了 借钱 撞双腿 跑三条街 跑十条街就买 只要往外掏心掏肺就可以了 但是和理解一个人比起来 理解比付出要难多了 而你只会使猛力 却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考虑对方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被自己感动 最后别人给你一句话 你活该 所以我也能够理解你内心的不平衡 但是想想 在这个对他好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是为别人好吗 你不过是为了安慰自己而已 你想告诉全世界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楷模的爱人 而至于你 当他对你 排山倒海的这种付出的时候 如果你早一点警醒 让他失可而止的话 就不会让他到今天这样覆水难收 他是方式不对 你是贪念态度 行了 你也别说他活该 你也别说你付出的有多难了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自私自利 如果真为对方好 曾经好过就应该有一份感动 今天也不至于怒目相吃 好聚好散 还很小 其实要学着去爱 最后我就想说一点 如果你们觉得 通过今天的节目 觉得 我不欠你什么 你也不欠我什么 你们再做决定的时候 就会特别轻松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我想跟你说 通过今天来这里 我感觉到了我 我以前很多做法是不对的 我老师说的 爱一个人是一种 我不需要回报的 我现在真的感觉到了 我自己 做得不对 我会改 但我真的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我真的很爱你 听老师们说 我才反应过来 当我真的 接到那套化妆品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 真的只是 兴奋 开心 第一时间没有去想 你这笔钱从哪来的 我可能在大家交往的过程中 我身边有很多做的不足 我也知道 和你分开之后 我可能在对子 时间到 请回两位 谢谢 一段恋情 看起来挺矫情的 算账 来 请关门 当你算完了所有的账 把感情摊在那的时候 你会发现 算不清 这个账哪里算得清 看看女生怎么选择吧 来 请开门 乐了 好啊 什么人挺讨厌的 是 我要一只苹果 你给我送了一车梨 是吧 好人是说 哥们 我要的是苹果 麻烦你把梨拉回去 最讨厌你知道的是什么 把梨拉收了 梨来了 来 小俩吃 吃完以后 这梨怎么不好吃 我还要吃苹果 这是最讨厌的 好好成长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我在往后的日子 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改造我所有的坏毛病 乖 我听过评论老师们说 我真的觉得 我以前真的 亏欠你太多了 我以后 我会好好对你的 我不会让你觉得 你爱了一个 你不该爱的 好浪 终于回报了 拜拜